有一個壞消息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德國最近發生一場悲劇 德國美克爾的馬術雕像跨下來 我知道很多人現在很驚訝的 而且又嚇一跳了 怎麼會跨下來的 美克爾他OK嗎 那個雕像在哪裡 那個雕像到底是誰做的 而且這個雕像什麼時候做的 那最大的問題當然是 到底為什麼會有美克爾馬術雕像 MING PAO CAN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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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你們剛才已經看到了很多非常可怕的照片 美克爾的雕像跨下來了 你們看美克爾就碎掉了 然後就是那些馬也完全毀了 這件事情很多人應該是好奇 怎麼會有這個東西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問題 第一個當然是誰做這個雕像 我們德國有一個藝術家 他叫Wilhelm Koch 他是住在一個巴菲利亞的鳥地方 叫Edstorf 我根本沒有聽過這個地方 現在就變成超有名的 因為美克爾的馬術雕像 他就跨了 那個Wilhelm Koch 他是1960年生了 他平常就是這樣做很多那種雕像類的東西 本來不有名了 現在就變成超有名的 因為他最有名的最成功的藝術品就沒了 然後他其實有這個計劃 他想要做出來一個美克爾的雕像 他想美克爾的雕像應該是要做一點特別的東西 因為美克爾他是很偉大的一個總理 連續16年當德國的總理 應該是要做一個比較有個性的有特色的一個雕像 所以他做什麼東西 他就是把美克爾就放到一匹馬上面 那美克爾他就表示他的招牌動作 那個美克爾菱形往東邊看 那個藝術家Wilhelm Koch在2021年的10月的時候 做他的雕像把他擺出來了 那都是在巴伐利亞 我剛剛已經說了那個Extdorf這個小鎮那邊 他藝術家他就是要蓋這個馬術雕像 他的技巧有點特別 因為他就是用一些回收水泥 那就用一個3D印表機 把整個美克爾的雕像這樣印出來了 當然是沒辦法以下全部都是這樣印出來 因為他還蠻大的 那個美克爾的那個整個雕像是2.7公尺 那他總共1500公斤 那所以他就是有一個部分 一個部分 那就慢慢印出來再組裝 然後他這樣子 但是他發現了 其實他最後 好像因為是那個材料的問題 他不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堅固的 那他自己說了 他應該是要常常給他保養一下下 他都是有一個特別的一種油漆 給他塗上去了 因為從一開始馬上有一些小裂痕了 那他知道這個搞不好 不會撐住那個美克爾的重量 因為美克爾很重 反正他最後是被問了 到底是怎麼辦 他可以多久 那他說 他說我還有辦公室的油漆 所以一陣子應該還可以保養 那再來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那就我們現在知道會怎麼樣 因為他就完全睡了 OK 那他到底為什麼有做出來這個 那他那時候 剛好是有一個展覽 那他在展覽一些照片 剛好也是遇到美克爾 他快要下台了 覺得是好的機會 那就 走出來一下一個美克爾的 比較特別的一個雕像 因為馬術雕像 大概是還蠻少看到的現在 所以他就是把它這樣印出來了 那就剛好在2021年的10月 他們就開幕的時候 那就給全世界看他的馬術雕像 美克爾 那德國媒體當然是報導這件事情 他覺得是很特別 有一個藝術家 他就特地做出來一個美克爾 而且起碼美克爾 很多人覺得是很棒 他好像很崇拜的樣子 當然是不少人覺得 這個看起來像諷刺 那到底有沒有諷刺 我們等一下會再討論 但是當然是最後 他其實有沒有撐了多久 那就跨下來呢 為什麼跨下來呢 第一個當然是 材料的問題 那再來 他其實從一開始 那就很多裂痕 那一直在出現一些新的 好像這個水泥 或者說水泥 不一定適合做那種 比較重的東西 然後在2023年 今年的那個春天 已經發現了 有一天早上 他出門了 就看到了那個美克爾 那個菱形就破了 而且馬的頭也斷了 所以怎麼辦 嚇了一跳 那就把他趕快 就是用腳帶給他黏起來了 所以看起來好像這個水泥 就不一定是非常的重 如果是那個腳帶 還可以再救一下下 但是長期當然不行 再來他就是這樣 把它這樣起白色的一個 特別有漆 可能是那個塑膠的一個部分 所以就看不出來就是那些 他在哪裡斷了 看起來正常的 OK 但是上個禮拜 9月14號 那個藝術家 早上就是去看一下他的雕像 發現了 完全毀了 所以美克爾在地上 那就斷了一半 那個馬在中間就是斷了 然後那個頭一斷了 一團亂了 他當然是了解 這樣子就沒辦法再把它黏起來了 那應該是要重做 那個藝術家他自己是被問了 他說我們現在怎麼辦這些東西 那就是先搜一下 剩下的那些碎片 再想辦法 那有可能他那個藝術家 可以拿來一下那些美克爾的 那些剩下的那些水泥 那就可以再做出來一下 一個比較小的一個馬術雕像 那可以用我們現在德國總理 要做一個非常非常小的馬 還有一個非常非常小的德國總理 因為他很矮 那再做出來一下一個新的馬術雕像 但是這一次他當然不可能會 往東邊看了 他應該看西邊 就是一個有可能的一個方法 看看 無論如何 為什麼一定要做一個馬術雕像 因為其實我們在德國上次 最後一個那個馬術雕像 應該是那個威廉二世 德國的皇帝 再來沒有 那如果我們看馬術雕像的歷史 我會發現了 這個也是一種古羅馬的一個習慣 古羅馬的皇帝 那他們是騎馬 那就是當一個偉大的將軍 那就是在表達一下他們就是多厲害了 像這個照片 Marcus Aurelius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偉大的一個羅馬的皇帝 那騎馬當然看那個姿勢跟美克爾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還有就只不知道是不是未來還是遙遠的地方 可以把他的帝國弄得更大了 那那個美克爾他根本沒有在騎馬 他就坐著 那就是用他的那個菱形 可是感覺是他沒有在控制那匹馬 為什麼是這樣子 有可能是有意義的 因為當然是這種的藝術品 應該有一些藝術家自己現在表達的意思吧 我不知道 我們等一下可以再看一下 我真的用猜的 反正如果是看那個歷史 我們看羅馬 他們那些馬術雕像 還有當然是那個以前德國的 比如說Riedrich der Grosse 那剛剛說那個文言二序 那那個美克爾他當然是不一定是跟他們就有關係吧 無論如何 最後我們當然是可以問 到底是不是諷刺美克爾還是崇拜美克爾 其實那個藝術家說 這個就讓民眾觀眾自己決定一下下 所以你看到什麼東西 你感覺是怎麼樣 就是你的感覺 不是我 然後他其實還有表達 他當然知道美克爾根本不騎馬 因為美克爾 他就是喜歡爬山 那所以就是給他特地做出來一個馬術雕像 好像不太適合他的情況 然後他還有分享重要一點事情 因為如果是看古代的那種馬術雕像 你們會看到非常重要的 你們會看到非常重要的那個馬 雕像 那就是在一個超高的一個腳架 所以美克爾這個藝術家 他不想要做一個腳架 有可能也是因為材料的問題 他知道他這樣可能會沉不住 那就垮下來 但是他說我們這個就是一個 他他說一個 這個 這個表示一個市民 他根本没有在控制 他就是在那边就被那个马带走了 他就是忙了就表示一下他的那个菱形 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就应该是要再做一个影片 再分析一下下 下次好 反正所以他就没有在骑马 因为他不会骑马 所以那个美克尔根本没有这个骑马的能力 当然这个表示他根本没有控制这匹马的一个能力 我当然有可能想太多了 你们自己想一下下 但是我觉得我们都要算进去一下 这个有可能的有一些意思 那个艺术家他当然聪明 他说那个艺术最重要的是 就看这些艺术的人自己的那个看法 然后就是有这个艺术品就好了 反正bad news现在美克尔唯一的马术雕像已经没了 所以我们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 我很怀疑 那就是一个试验 或是有可能他这匹马跨下来了 也是一种隐喻了 因为美克尔生下来的情况 那搞不好也不是长期就很稳定的 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美克尔的反应到底如何 他看到一个艺术家特地做出来 他的马术雕像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美克尔的反应 所以我们真的说他应该知道了 他有没有很happy 还是他觉得这个绝对是讽刺 还是他有可能非常非常的高兴 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战志人物 可是像以前的皇帝跟国王差不多了 谢谢大家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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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